OK,大家好,我是肥乐 每周给你带来欢乐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多面汤 首先将盐西,也就是香菜 切断备用 并且尾端留下来备用 然后将蓝浆去皮 并且切成小块备用 将小辣椒去除顶端的头 并且稍微的拍一拍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加入更多的小辣椒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棒 然后将蒜米切片 接下来将风干液 用手的撕开 用手撕开煮出来的汤会更加的香 然后就开始煮我们的多面汤 加入少许的底油 将我们事前准备好的盐西头 蓝浆,蒜米片,小辣椒 还有风干液爆香 然后再加入水 接下来加入我们的豆面糕 大约2汤匙 稍微的搅拌 将豆面糕和汤完全的融化在一起 然后滚最少10分钟 在滚的同时我们就处理我们的海鲜 首先将Soton改化 改化这个过程大家可以用刀稍微的斜一点 并且在Soton改一些小花 并且不要切断 这样的Soton吃起来也不会的那么硬 也就是硬 然后才把Soton切片 然后将我们的鲍鱼骨八成小块 并且和金针菇放在一起 备用 准备好食材大约4分钟的时候 汤也差不多了 然后将我们事前放入的补料捞起来 这样喝起来的时候才不会有那么多的杂质 接下来加入我们的霞 也加入我们少许的糖 让汤可以提现 然后就加入我们的Soton 接下来就加入我们的菇类 也就是我们的鲍鱼骨还有金针菇 然后将所有的食材煮至熟 所有食材煮至熟的时候就加入我们的鱼鲁 多面汤煮得最好的是所有的鲜度都来自于鱼鲁 鱼鲁除了可以带出鲜味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的多面汤带出更加的鲜甜的味道 加入鱼鲁过后 我们会加入柠檬汁 喜欢酸的朋友可以加入更多 最后再加入我们的生奶 也就是淡奶 让我们的汤更加的浓郁 而且喝起来更加的滑顺 然后开火稍微的滚一滚 一道美味又简单的海鲜冬鸭汤 就这样大功告成了 冬鸭汤技术总结 一、生奶必须是最后再加入 不然煮太久会导致它不太顺口哟 二、将苏冬改花 是为了让苏冬吃起来不会那么的硬 三、鱼鲁本身是带鲜且鲜甜的那个效果 所以同样他们就不必再加入盐 一、二、三、三、二、三 主席 表黎耳超线 八、三、四、五、三 四、三、三